强调保护脆弱公民甚至誓言促进妇女孩童的人群 联合国维安部队前进海地却被提报 维安人员竟然在当地四处年花惹草 魔爪甚至还生像未成年少女 2010年海地遭遇强症 联合国维安部队大举进驻救援 海地妇女洛斯米娜的家被震灰 没想到过了13年不但还没有重建好 至今人被迫住在帐篷里 当时还被一名乌拉归籍维安人员 诱拐发生性关系 如今已经是一名12岁南海的妈妈 和洛斯米娜拥有相同处境的未婚妈妈 在海地至少就有35名 将资料一笔一笔妥善保管 Pauline是一对双胞胎的母亲 和她发生性关系的维安人员 结束任务后就将抚养责任丢给她 Pauline表示虽然联合国会不定期给予孩子学费 但生活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根本无法应付日常开销 受害妇女强忍泪水勇敢发生 CN报道指出从2010年截至今年2月 要求与维和部队成员进行亲子鉴定的申诉案 多达463件 联合国秘书长2017年时誓言整顿风际 成立性剥削受害者倡议组织与基金会 却被爆料这项规模一亿5300万台币的信托基金 其中一项为期两年的计划 在海地的支出仅有约800万台币 而且内容多数与这些受害妇女的权力救济无关 海地天灾人祸不断 本该带来和平与稳定的维和部队 反而却加剧社会问题 严重破坏外界对联合国的印象与价值 三内新闻谢天豪报道